嗨,大家早上好,又是我们两个 来,我有Adam,还有Christy 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在做这个after sale service 关于这个turbo的function 所以上个礼拜六我们就讲关于那个turbo研磨糖粉 就是powerizing的功能 但是今天我们是要做关于这个grind hot soup 就是研磨这个浓烫打泥的这个功能 所以可以帮我们把这个直播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朋友知道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用户 那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innochef用得更好的 所以我这边先做一个分享了 过后呢,马上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这个就是grind hot soup的这一个分享了 所以Christy,你那边有分享了吗? 我正在分享 OK,好,我这边也要做一个posting先 好,来,各位早上好 来,在线上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啊 我们今天是要讲关于这个grind hot soup的一个功能 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innochef来说的话呢 我们就是有这个 你会注意到呢,turbo的话 它有两种的这个情况啦 第一种呢,这个ball 你会注意到这边有一个symbol的 所以这个symbol呢,它其实是有它自己本身的这一个message 所以这个里面normal的水呢,我们是放了只足两个liter的 所以这边我们开给大家看 里面呢,足足是两公升的这个水啊 normal的水,冷的水,就是自来水 所以我们盖起来 所以你会注意到呢,turbo呢,你会听一听它的声音啊 同样是turbo的function 但是你会注意到呢,它的声音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眨眼一点吗 OK,so for turbo的功能呢 因为它是马上去到最高的这个速度 马上去到呢,我们总共一分钟是有8700转的 所以当你按了turbo的时候呢 你会注意到呢,它一下子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 转的最快的速度的时候呢 它会有这个水呢,会溢上来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到这个turbo的function 如果是冷水的话 好,你要注意哦 好 OK,所以你会注意到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呢 因为它是最高的这个转速啊 所以我们的turbo的function呢 如果是在最多的这个两个liter的时候呢 冷水的情况底下呢 你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的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假设 在做着这个热汤的时候啊 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浓汤呢 这边我们也要给大家看 它热的时候的turbo呢 和冷的时候的turbo呢 是不一样的 好像这个呢 也是一样是两个liter的这个热水 那你会看到那个水呢 是在有淹出来的 所以是热水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以这样子盖着盖子的情况呢 你会注意到它的声音呢 是稍微和刚才完全冷水 是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啊 所以我这边就按这个turbo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你会注意到呢 它的这个盖子啊 它的同样也是turbo 但是你会注意到呢 它的转速呢 是会从慢到快的 但是一般上 如果我们煮一整锅的这个浓汤的时候呢 好像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呢 我们要做的给大家看的就是 南锅汤 所以里面呢 已经煮好了这个南锅汤 我们要把它磨成这个南锅泥糊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做呢 一般上呢 很多的这个用户呢 它在热的情况底下 那如果你是要用一分钟的时间来研磨它的话 你会注意到呢 它会 你怎么样 拉都好 它最高的这个转速呢 是去到5吧 它不可能去到10 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个InnoChef Touch的这个安全的设置呢 只要它发现到里面是热食物的话呢 它最高的这个温度呢 最高是去到5而已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要让我们用户知道的这个产品的知识来的 因为里面热 所以呢 你的速度呢 是永远是去不到10的 除非它是没有热的情况底下 才可以去到这个速度10 那如果我们今天说 速度5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让我们 就是可以把它研磨成 我们想要的这个浓稠度的 那可以怎么样做呢 我们就是可以用Turbo的方程 但是Turbo呢 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 它一下子就去到最高的速度嘛 虽然热的情况底下也是一样 所以呢 在我们的这个Help button这边呢 Help button这边 你按了进去过后 其实它有教我们关于这个Manual Mode呢 怎么样用Turbo的 所以这边呢 我就很快的给大家看看一下里面的这个 Help的这个Button呢 关于这个Turbo的功能有看到吗 这个How to use the Turbo 所以当我们按的时候呢 你会注意到它有一个很短的这个视频呢 如果你里面是这个食材 这个是上个星期六 我们有做过的给大家看的 你可以把这个Netting Basket呢 放到去里面 非常棒的一个配件 那如果你是好像 比如讲这个是浓汤 你关了盖过后呢 它是不需要用那个Masuring Cup 然后倒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Turbo 来打成这个浓汤的 那很多的这个用户呢 可能看video的时候呢 想象不到到底是怎么样做 所以现在呢 我们马上呢 就是来给大家看呢 怎么样不需要用这个盖子 然后倒着这个Netting Basket 你会注意到里面的汤是在滚着的 倒着这个Netting Basket 然后锁盖了过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可以用Turbo的方圣 SoTurbo 你可以人不需要直接在那个地方按 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Function的这个Category 你在这个地方 你选择了叫做Turbo的这个Function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 把里面的这个汤呢 变成浓汤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只需要这样子按了过后 就不需要理它 它这个Touch呢 会主动的帮我们磨这个浓汤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很棒呢 这样子 你完全人是不需要在那个地方 而且你会注意到呢 它里面的汤呢 是完全不会腻出来的 我们没有放这个盖子的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Turbo配合 Netting Basket的Function 好 那这边呢 同样是Turbo的Function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看 怎么样可以帮我们来 切我们的这个食材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食材 准备好了过后呢 可以把它放到去里面 那这个里面呢 有小洋葱 有蒜头 有香茅 有辣椒 大辣椒和小辣椒 所以现在呢 一般上以前传统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用那个 砧板 我们可能要用砧板来切 要不然就是用那个中含这样子 中中中中中 来处理这个食材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就是这样子 lock了过后呢 我们就按那个Turbo呢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刚才所有的这个食材呢 我们现在只需要打开这个Turbo 它就帮我们切成碎状了的 所以Turbo呢 你就按下去 所以这种食材的出油度呢 你可以自己调节啦 好像这个呢 是Turbo大概3到5秒钟的时间 所以你要拿来怎么样用呢 可能你接下来你可以拿来爆炒 你可以爆香 要不然的话 你可以拿来做你的腌制的这个材料 所以旁边你可以用这个Spatula呢 把它过下去 然后我们再Turbo多一次 给你们看它的效果 所以短短5到10秒钟的时间呢 刚才那整堆的这个香料呢 这个食材呢 都是用Turbo的方式来帮它把它 就是 现在如果你觉得OK的话也是可以的 主要是看你们想要用Turbo呢 来切到多么的优 所以这个呢 主要是给你们知道说Turbo呢 有不同的这个功能 好 我们这边呢 再Turbo多一次吧 因为我要它比较优一点 可以了 好 可以了 这样现在呢 我们就再打开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用那种砧板来切东西了 所以这个有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来爆香 然后继续煮我们的其他的这个食材 比如讲肉类啊 或者是你要煮辣椒 三包等等 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了 好 所以这个Turbo呢 就很简单 5到10秒钟的时间 帮我们处理食材 那这边呢 我们的这个浓汤呢 也好了 当然你要Turbo两次的话也OK的 主要是看你要的这个浓稠度呢 够不够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你要更优一点的话呢 刚才这个Turbo九次的这一个方式呢 你可以给它再走多一次 但是对我们来讲 现在已经是OK了 所以Turbo了过后 刚才我们煮好的这个南锅浓汤呢 就给大家看看一下 它倒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Texture啦 那当然如果你要更多又火 你要放那种Webbing Cream 然后再打多一次的话呢 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呢 是打了一次的 九次的Turbo过后的这个效果 所以今天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知道说 Turbo在热的情况底下 它的速度呢 是会比较慢 然后上升的 然后Turbo呢 如果是好像刚才这个 完全是冷水的情况底下呢 它是马上去到最高的这个速度 所以你们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啦 好 so希望大家从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呢 可以就是得到一些些的 就是知道关于我们产品 Turbo是怎么用啦 嗨Edward Edward是我们其中这个月的幸运儿啊 我们这个月呢非常棒 对 公司有很多家的这个Black Airfare oven呢 是有Lucky Draw送给大家的 soEdward呢 是昨天的幸运儿 so 昨天晚上我刚刚才跟他见了一遍 在那个 好像是Soujianna Putra那一遍的 so 如果你们在线上的朋友 有谁还没有拥有InnoChef的话呢 可以问我们全马各地的代言人 那有超过300位的这个代言人 到底怎么样可以 可以有机会 免费把这个 Frayer oven带回去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 大大小小的这个礼物呢 只要你在这个月下单的话是Guarantee 有礼物拿的 之前一直以来呢我们是Installment是没有礼物拿 但是昨天呢我们的这个幸运儿 它是Installment还有免费的Frayer oven带回去 所以是非常非常值得 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 所以你们对于这个月 要Go for installment 又可以得到礼物的话是Guarantee Guarantee这个月是非常非常值得 所以希望各位呢可以多多地分享我们的直播 然后让更加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到底InnoChef呢 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厨房那一边呢 减轻我们的工作 所以今天的短直播就到这一边 谢谢我们在线上朋友的大家的时间 明天我们下午三点呢 同样也是有Jackine老师在线上教大家做甜点的 所以记得like and follow 还有see first啦 我们这个InnoChef Malaysia page的这个post 所以明天下午三点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再见面啦 拜拜 明天见 好你会来吗明天 哈哈 好拜拜 拜拜